直到看到吴磊与赵露丝的这段拍摄花雪 才看清他的真正涵养 这是去年热播剧《星汉灿烂的片场花雪》 彼时赵露丝与吴磊拍摄起码戏份时 或许当时的赵露丝还没有做好准备 飞奔的马匹将他吓得出口成脏 然而粗俗不堪的话语也让赵露丝 清纯甜美的人设惨遭翻车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粉转黑 但大部分网友却被吴磊的绅士风度给惊叨 尽管当时被赵露丝狂飙泽怒骂 吴磊也全程保持涵养 还继续开玩笑帮赵露丝缓解情绪 甚至在拍摄结束后还给工作人员发红包 因此视频曝光后 吴磊凭借好脾气再次成功圈了一波粉 然而这却不是吴磊第一次暴露他的真实人品 在某档综艺中更是让网友看到 他坚持自我原则的一面 在某档明星经营的综艺中 看青子作为首位被淘汰的嘉宾 以徒弟的形式跟吴磊搭档推销产品 然而看青子一上来就利用自己的明星光环 直接上前向路人推销 为什么不理我 就不想跟我说话吗 小哥想要买酒吗 他叫重生 他叫彼岸酒 喝完之后 让你排解所有的忧愁和压力 你会找到当初的自己 真的吗 我们购为八十元一瓶 对 于是看青子轻而易举的就卖掉了三瓶 但吴磊却和看青子持相反的看法 我卖出去一个套餐 客人到底是买的是这个套餐 还买的是我这个人 算你愿卖不出去 咱也不要这样子去赚钱 而看青子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最终两人的看法也没有达成一致 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当晚看青子就在阳台委屈地哭了起来 吴磊看到之后愧疚不已 连忙向看青子道歉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我觉得如果是因为我 那我真的很抱歉 看青子却表示自己哭和这件事没有关系 虽然他嘴上是这样说 但行动却是很诚实 在大家开会时 看青子特地把凳子挪开 甚至还向刘涛表示自己想换一个师傅 这番话让吴磊尴尬不已 但他也只能用玩笑化解尴尬 看青子这番绿茶的操作方式 也让不少网友直呼 开眼了 当时更是有不少网友为吴磊鸣不平 但吴磊本人却并不在意 然而令吴磊没想到是 自己接下来还要面对职场坡 当时节目组要求明星各自 打印自己房间的照片做宣传 但由于大家都不会使用打印机 部分明星选择去隔壁借用黑白打印机 唯独一根筋的吴磊一直试图驯服 节目组提供的打印机 好在吴磊没有白费功夫 终于成功打印出来彩色照片 于是文讯赶来的张翰便要求吴磊帮他打印 T点 我摸了 打印彩色的 这个我自己都打不完 而吴磊考虑到时间有限 就没有答应张翰的请求 谁知被拒绝后张翰的连力马就拉了下来 这时林心如也来凑热闹心机地表示 吴磊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 面对林心如的咄咄逼人 张翰的道德绑架 吴磊只能妥协 不得不说这档节目 真是太为难当时只有19岁的吴磊了 看到被妇婆们夹在中间争相合影的杨阳 吴磊才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与她的真正差距 杨阳被妇婆包围的这一幕发生在2022年的宝格力晚宴上 鄙视吴磊卖力推销 一句话就让妇婆为她花了78万 甚至为了推销吴磊更是连难得都不过 但当晚不仅仅只有吴磊艺人卖力 其他明星也不遑多让 在场活动中一众明星大腕都纷纷化身为高级销售 毕竟每卖出去一件珠宝 明星们可以拿到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的提倡 这可比拍戏挣钱要快得多 因此就连国际张张子怡都要在 这场宴会上左右逢源 然而只有杨阳在这场宴会上站着就把钱挣了 她作为宝格力的代言人 不仅与全球代言人舒淇和宝格力高层做一桌 还只需要气定神闲地站着 无数珠光宝气的富婆就会向她涌来 要知道这些富婆都是宝格力的VIP客户 身上随便一件珠宝都是天价 但这些富婆看见杨阳后却是一秒变成花痴 不是想着给杨阳灌酒 就是黏着杨阳一起拍照留念 虽然这些富婆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 但从保养得当的一双手 就可以看出这些人来托不小 甚至娇兰的公关负责人也是对杨阳痴迷不已 在拍照结束后 还想和杨阳深入交流一番 杨阳只能战术性咳嗽 而杨阳显然已经习惯富婆们的疯狂 于是在富婆们的围堵下 她也开始不慌不忙地开始带货模式 于是最终杨阳凭借自己的一张 专门诱补富婆的脸拿下销灌 而吴磊却因为年龄太小被富婆们嫌弃 最终带货销量惨遭垫底 不过这场宴会也揭开了娱乐圈最现实的一幕 无论明星表面上多么风光 但在绝对的权势面前 也只是一个赏心愿目的销售罢 吴磊拉起的不是手 而是素人大哥的自尊 2020年吴磊的一则骑行视频突然爆火 而他在其中的一个举动再次暴露人品 当时吴磊在骑行的过程中 结交到了两位志同道合的骑手 三人相谈甚欢 于是吴磊便提议三人一块合影留念 但在拍照过程中一个素人小哥 怕自己的夜来香熏到吴磊 便没有抬起胳膊 而细心的吴磊却注意到了素人小哥的异常 就赶紧抬起了素人的手 三人经历过此事之后便成为了朋友 并且经常约着一块骑行 而吴磊也彻底迷上了骑行运动 在别的明星坐着保姆车去上班的时候 吴磊则登上了自己的自行车 还在骑行过程中暴露了自己社交恐怖分子的一面 看见美丽的日落 更是不忘让路人帮忙拍照 还不忘在微博上 与帮忙拍照的大哥鸡同鸭奖的互动 当大哥执着于询问 吴磊的车卖不卖时 吴磊则是执着于赚钱 一句大哥你看长哥行了吗 笑翻无数网友 甚至连录制节目 吴磊都要骑上自己心爱的自行车 某一次吴磊所在的剧组要从泉州转场下门 于是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吴磊便选择骑行赶往下门 虽然吴磊并没有长途骑行的经验 但他还是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在路程中吴磊一边欣赏风景 一边还不忘和路边的鸭子互动 由于是新手 迷路这样的囧事更是经常发生 甚至有次直接骑到了山上 但吴磊在这段旅程中 却展现出了真实的自我 甚至不怕被路人认出来 累了也能不在意形象的网路边一座 却没成想直接坐在了市政府门口 吓得他更是连连道歉 饿了就随便在路边找一家小饭馆 低调朴实的样子完全不像一个明星 而吴磊也因为这场自行车之旅长粉无数 更是凭借自己这一低调环保的出行方式 直接成为60家业内经纪公司学习的楷模 但这并不是吴磊在作秀或者是在利人设 他不过是在向大家分享自己所热爱的东西 所以有些人红并不是他的颜值多么精为天人 只是因为他足够真诚且充满正能量 仅仅是始于颜值中于人品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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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